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今天是我跟校长我们两个人 一块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团面 让万小校长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团面 今天团面我感觉咱们从日线团来看的话 整体上比较弱 不是很强 一开始还有一个低开 三二组都是低开 然后下错 标普今天就适临这个R2381 跟之前的这个位置也差不多 有个阻力在这 有支撑在这个地方 然后马上就后面就往上走 我看很多朋友在问说 今天为啥会冒出来这么一个大跌的康情 我自己是找到了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因为特朗普解雇了FBI的局长 感觉上是一个政治上的事 其实跟经济没办法关系 但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市场有怀疑 他这个政府内部稳定性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FBI局长据说其解释的原因 是因为他正在调查 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这个特朗普 这次总统大选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一调查的话 甚至就有人说 这有可能是第二次的这个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所以说让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比较高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黄金涨的比较猛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避险情绪 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零售业的这个板块 像早上梅西他们发这个业绩业绩很糟糕 然后就整个把这个行情给拖下来了 就是这是我认为今天大盘盘面上比较弱的两个原因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从一个相对长期一点 咱们分析师的日记当中 也这个将近得一个星期了吧 一直就在说 2400点 这个位置不进则退 就这么简单 你说上个礼拜有这么多好事 是 好业绩 川普总统的这个医保 都过了吧 咱们不管废图大进吧 终于是过了一关 这个反国大选也成了 是 一片祥和 但是呢 2400点的创新高过程呢 就太激动人心了 你这还没 你这还没看见那点位呢 就结束掉 结束掉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2400点上方 恐怕没有整体板块的推动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做节目的时候也说 没有整体板块推动 想让市场走出一个像样的 指数推升的行情 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说呢 现在又灌随着一些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 媒体百货 业绩不好 本周五又有一个零售的这种数据 是 大家也都比较担心 就说靠零售能不能推动经济 这个川普总统说的这个GDP啊 能百分之三 那第一个季度才零点 那是环比环比 同比的话是1.9 是吧 所以说呢 大家也都是有有所担心 再加上这种把这个FBI这个巨量给 给车子解释了 给王后过了 这个听说那故事也比较可乐啊 是 还讲着话 然后那个电视 电视上就放着说了 兄弟你下台了 然后他他当时我听那个网坡说呢 他还以为是开一个玩笑呢 这个想耍一下他呢 他还以为是个段子 结果这应该是真的 可能还是 就知道的真相有点多 是 因为他被下台之前是有消息说 他从司法部上 你调的一批资料 就是关于这个通俄这方面资料 或者这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 对对对 所以说呢 这种政治的不稳定性 如果政治不稳定 谈不上经济问题 谈不上经济问题 你这大伙都 抡着片刀冲出去了 你这个你一帮我一派的 谁没事还搞经济呀 所以说呢 政治不稳定 经济不会稳定 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 盘面上是 机院已久 2400点机院已久 那么今天终于 借着这个 打获的这种成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必然总是 大盘的话 我觉得大盘可能 如果说他们有一个 所谓正能量的一种推动的话 其实向上运作还比较难 而且现在刚才您好讲的就是 黄金当时趁这个时候拉了一波行情 不过好像黄金在这个1220这个位置上 也是纠结了相当的时间 对 换一下谈回去 换一下谈回去 不知道您怎么看黄金这方面这个行情 黄金的话呢 这个 我把这个黄金图掉上了 黄金的话 比较朝鲜可能现在目前打不下来 对 美元的话呢 现在总是喊着要走高 总是喊着要走高 那么唯一支撑黄金的就是这个避险存绩 大盘如果有一个政治的不确定性 然后有一个深浮的打压 总体要如果有这种过程的话 那么黄金的话 前一段时间的跌幅呢 也挺较大 从技术上也有反弹需求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的UDT 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抗天 而且反弹的动力很强 对对对 连续跳了两天 这时候是技术上都已经摆好姿势了 就等就好像入不了那时候的话 这个万鉴区的这个具备就欠东风 所以说呢 有了这种契机 这个行情就一点 这个火一点自然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黄金的话呢 重点关注就是大盘能不能形成恐慌 如果形成恐慌性的下跌 黄金的话呢 持续性可能还好一点 因为之前咱们是在提一个事 就是X指数 都有个说法是这个物极必反 对他之前走的是创下那个历史级别的地点 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地方9.56 就绝对是个历史级别的地点 结果现在往上都能往上走 那就是正常水平是12到12到13 对然后稍低一点 1110就是差不多 他就他跌到9 那么按你说往上他反弹之后 也应该是会往大鹏往下拉一拉 对 这个时候倒是也是大翻一下来 给黄金也算是一个机会 机会对对 那油价这油价这两天反弹的趋势 可比黄金那么多了呀 但是油我倒是不看 嗯 怎么您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吧 咱们且不说什么这个存量 那个储量 这些东西咱们都无存考证 无存考证 他只是说把你们各个提供的数 我给你汇总一下 是 反正200万桶300万桶 一个礼拜也数不过来 是 对吧 您在这一礼拜什么事都不干 就数了 也不可能 是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产油欧佩克 他们的这个减产 和美国的这种叶岩油的开发 呃 形成一个对冲作用 嗯 那么这个对冲作用的话呢 呃 总体上看啊 就形成一个不稳定 嗯 形成一个不稳定 呃 而且呢 这个产油锅的欧佩克的这种 减产的话呢 有一些国家好像传出来一些信息 说阳凤因为表面上说我减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所以呢 这当中呢 有一些数据啊 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而且呢 呃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 新闻 就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叶岩油 叶岩剂的这种存量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行业的投入 嗯 最近呢 在这个叶岩油开发 投入的这种 这种 这种资金呢 呃 加加大了很多 具体数我忘了 但是比以前的话呢 投入加大了很多 所以说呢 呃 现在投入那势必就是说啊 油的价格呢 支持这个 这个叶岩器的开发开采 嗯 有利可图吧 有利可图 那开采出来呢 自然就会进到市场当中 是 虽然这当中可能有一个过程 但是 呃 总的来说啊 这个 跟欧费货货之间的减产 会形成一个对冲作用 嗯 所以我觉得呢 呃 原油呢 呃 还是对我目前看还是超级反弹 呃 对待他比较好 嗯 这个 不要 希望他能够走出一个特别像样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各国的利益牵扯在内部 大伙都不可能说 哎 行 我清长了 我不长了 我觉得这些老板现在得吃饭 是 而且我是看到有过比较微妙这个事情 就是这种这个数据啊 实际上是短好长空 是有这么个状态 对 短线上我们看啊 存量确实下降了 但是存量下降 我们也没人说他你的需求就起来了 对 这是一个算是只能是短线内口 长空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这点 EIA就在油价这个库存数据发布前一天 他说了句话说 从今年情况来看 美国的原油产出要增加 那这就无疑是等于公开跟深表参 我们要开始往上多多产油了 对 那么这个的话对油价影响肯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你说哎 油价的行情也确实难说 看看这一次这一轮的这这一波反弹是不是就是个弹坏一线 反弹差不多 所以说呢油器类的股票还是风高减磅出局比较好啊 从目前短期上来看我觉得还不如黄金有期待价值 毕竟这个市场的狂行比较浅 对对对对 那就是那就是说说完这个大产商品 大盘都讲完了 那就是个股 个股 咱们最应该提的就是最近咱们比较热络的 做空的一支中概股 对 PMB 这两家打起来了 是 掐的比较合 准备打官司吗 呃并不是说两家打官司 而是有律师说明他愿意为这个PMB的投资人 嗯就是说去跟PMB的公司要去跟他们要股票 但是注意这里里头有个前提 嗯 你得证明那些真体战 对对 现在是做空机构 他们刚刚第一回合结束 对 做空机构先抛先突然抛出一刀 把这个PMB整个打下来 把它打对 打得比较狠 对打开之后一下一下是猛冲一下 让他从从这个四五块钱的位置一下掉到两块多 对 但是PMB本身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是坐在这里做一代币 他马上在今天也抛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呃 一些这个新闻来主点的搏斥 对对 做空包里头提了一些点 包括一些这个领导层的身份问题啊 和这些渔船的问题 对 因为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的话 咱们其实并没有资格去等于验证这些信息 毕竟我不可能跟这些上渔船 对对 所以说在这种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这要看大家各自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 有些人想拿钱玩一玩 那有有些有些创业承受能力不行的 觉得危险太大的 这个还是要谨慎 因为从基本面上讲的话 就是怎么说它的投资背景概念 原来人的投资背景是有分红 有稳定的营收 然后呢 还有这个营充扩大有可能 毕竟之前买船队这些事是有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投资环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投资环境 但这个做空报告一出 第一是给它一个很强的负面印象 第二是把整个股票的投资风险给弹上去 对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这个股票的分析或者说判断 研判是要更加的慎重 对 因为牵扯它的因素就不单单是技术面和公司的业绩了 这个存在一个多空双方一个博弈的过程 这边要出报告做空 这边的话进行一个博士 不过呢 至少空方先出权了 是啊 先出权了 然后先把这个形态打出来了 那么后面的话呢 就看这个公司和他们提供这些证据 如何博士如何再恢复这个实际器 有的时候这个 之所以你看索罗斯 索罗斯在全世界印象都不是特别好 就是因为他做空 老头看比较准 对对对 但是索罗斯做空 庸磅做空 亚洲的经济危机 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悬崖边上的这种脆弱的一片 他就过去是一个第一个捅破这个气球 或者捅了一下 实际上他如果不同的话 这个危机如果越积越大的话 赤刀也会破 再破的话 总有总有一个人去捅破这个 他呢 只不过是作为了一个吃螃蟹的人 所以大家都觉得 哎呀这个人如何如何 实际上经历到一定程度 自然就需要调取 但是这种做空呢 就是我看的那个报告写了十七八月 是这个连这个公司老总的什么三一六旧我们都写出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已经准备了很多很长时间 其实这个是跟这个像一年那会儿呢集中做空中干股他们像浑水啊 像原来他们是类似都是经过详细复杂的一个准备 然后把自己觉得有问题的点都一一的抛陷出来 然后突然抛陷的时候 公司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就是他们很难措手 应对这样一个事情 对 然后现在的PME 因为他PME下周会发案夜景 就是不知道他在发夜景的时候 就是会不会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回应 毕竟如果这个事真的接近他有这个诈骗的或者什么东西先进化 那可能就不光是他自己做公开的问题 而是可能会涉及到SCC要调查之类这样的事情 现在反正是双方第一回合刚结束 昨天那边发着 今天这个公司自己在这个美国的公开媒体上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击 对这一回合一过那就是看下一回合看怎么开始练这个东西 对看市场发展 是 还有一个我是比较关注这个 这股票充分这么大盘充分到什么程度 但是这种形态创新高的话还是要小心 今天上一线拉转 对我个人感觉就是只要是这种高位股票就是不追 他今天这个放量一涨然后又拉一个上一线 我是觉得这个信号给的比较明确 你看这两个打量 差不多 意思 我觉得意思到就行了 该接盘的接盘该出货出货这意思差不多 其实我作为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作为我们中文投资网的这些WIP会员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真能听个进去我们分析师这种劝报的话 基本上不会在海大套 基本上不会在高位不追 苹果苹果好嘛 苹果好我还是买压力去 这个NGA好嘛 没有大幅度回调我不买 是这个我也是这个想法 就是他没有回来到我自己喜欢那个 或者说我可以接受点位 对那之后这机会放弃了 那我起码也是把这个风险也给就给毙掉 对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我是真的是想不到他这么一个业绩能够让他最高冲上130 我今天今天早上实际上是做了他一个期权 但是具体细节我就不说了 但是做了他的一个期权 一看上130 我天那也真是汗流浆费 瞬间就紧张 就后来一下来 再一看这个量 好行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意思就在这 你咱有没有看到的什么比较牛的个股 其他的没有了 其他没有 我现在基本上把 尤其是今天在2395点 这个位置上我就把我手里的AMD 这清掉扔了 11块钱几分 他是赚的 总体就是 那就是利润仓 AMD扔了 然后PD-Li扔了 因为什么 PD-Li今天调整幅度很大 这个咱不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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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大盘呢 从低位一直震荡走高到2395 那个位置 他没动静 他就他就更变盘 不反弹 我就看这也不行了 还是直接就贴了 打开还是赚了钱 大概有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至少有个这么仓位 不求抓最高点 两三天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差不多 然后后面的话 我手里现在就是 USY一仓 SRTY一仓 你就知道我的观点了 这个的话 这个您自己还没有在看 还在耐心 吃仓 因为我看 我看铜的话 从这个想法的话 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个遇到直升以后 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在这 对 基本上还是有戏 真正不是完全没戏的状态 对 所以说我还是直仓 FCX是直仓品头 上面呢也是提过铜的周线 比较吸引我 然后呢 这个FCX的总体走向的话 这最近这几天呢 感觉上还是不错 感觉上还是不错 所以说还是 这还有门 对 周线的话比较明显 周线 这个是50线均线吧 不是周线均线 还是能够 至少到这儿有一个支撑和反弹的过程 至于能不能继续向上 做一个中长期的 在前两天有会员也说 这个电动汽车好像铜的需求量 比一般汽车要多三倍 是 而且这个电动汽车也是基于一个将来的发展趋向 是 无人驾驶如何如何怎么样 这个看吧 看市场走向 这个会员其实判断挺好 因为因为铜的话 就我们知道咱们现在包括这种键盘里头 这个电动板里头都是靠铜来做 今天都是依靠铜 暂时还没有找到就是像铜这样又便宜 导件性能就比较好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种材料被插出来之前 铜应该是它的需求量是逐渐走高的 对 看吧看吧市场怎么走 这个也是 那就今天到这儿也差不多了 成今天时间也比较晚了 然后我们这个美女摄像还得把咱们的这个片子剪一下 片子剪一下 然后后期还得制作 所以咱们就不再多说废话了 咱们就是今天几分四 今天几分四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我请假了 明天再见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